部長斷交潮會繼續嗎 怎麼反制中國打壓 還能玩笑要部長回話 看來總統蔡英文心情很不錯 或許也是因為這個場合 台美日三方安全研討會 總統和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視訊對話 雖然講的是TPP 但CPTPP主席國智本都這樣說了 總統趁機喊話 總統前一天也在臉書發文 說南韓已經宣布申請加入 台灣有更大迫切性 接軌國際標準加入CPTPP 誰先進 誰就更早取得關稅和投資優勢 還提到 這個星期六就是公投 請大家一定要回家投票 讓台灣貿易打盡國際 而總統至此後 也隨即趕回總統府 接見進出口商業同業工會 公投倒數打出貿易牌 好想贏韓國 不只是運動賽事 總統現在也用在公投這一局 TVBS無愧離做很特別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貨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